大家好 我是王怡芬 我今天要來解決的問題是換氣的問題 陳教練今天用了 一開始他不是用講解的方式 他是直接讓我們 嘗試自己用自己的方式 做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練習 然後之後再來針對那個 剛剛上一個有的方式來做一個解釋 然後再給予新的不同的方式讓我們去練習 然後我覺得跟平常教練教的方法不一樣的是 平常教練他就只是一直告訴你要怎麼做 然後這個陳教練他今天用的方式是 先自己做過自己的 然後再給你新的東西去感受到的程度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今天的心得的總結就是 游泳其實就是會自由是但是也可以游的不用那麼try 可以慢慢的呼吸慢慢的吐氣 來幫助自己來解決可以突破游更長距離的練習 那為什麼我嘴完他之後我今天又要拍一部影片 當然是不能夠只說別人不好 那我們也要把我們自己知道的盡量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能夠更清楚的了解說 我們真正在教游泳的過程當中 你在做呼吸控制的時候 你到底應該要去了解更應該要去怎麼思考這件事情 那一般來講我們在講到氣息的控制 我指的不是呼吸的那個動作 而是你的氣的控制的時候 我們決定性的因素在游泳 包括有三個 第一個是你的吸氣量 第二個是你的吐氣量 第三個是你的滑手的時間 那這三個因素啊 雖然他講起來就只有三個 可是問題是他湊起來 因為每個人吸氣可能多可能少 吐氣也可能多可能少 甚至你的吐氣模式 有的人是連續吐 有的人是間歇吐 最後就是你的滑手時間 有的人快有的人慢 這樣加起來配合起來的變化 就是千千萬萬種變化 所以說你說如果生的有一個人 他可以發現某一項特別的呼吸方式 但是這個也不會適用於每個人 尤其是你真正在游泳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你正處在於被教練要求說 你要游得很快的情況 或是說你在游得很慢的情況 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這既然是一件很模糊的事情 那我如果要教你換氣的話 其實最重要應該是說 我們要教會你去思考 然後讓你在理解你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不同的運動模式 例如說你正在激烈的運動 或是說做比較緩慢的運動情況之下 你要自己去決定吸氣或是吐氣的量 所以我並不會特別指導你說 你今天你一定要吸多少的氣 吐多少的氣 因為老實講 就算我站在你的旁邊 我也不一定能夠知道你吸多少吐多少 因為畢竟我們並不是在一個實驗室的環境之下 我知道實驗室有些人 他們會讓那種跑步的選手 在跑步機上面運動 然後帶著那種面罩 他可以去監控他的吸氣跟吐氣的量 這樣子 所以說這樣子當然是能夠很明確的知道 可是真正你實際在游泳的時候 因為游泳池 除非你也是做一個類似像玻璃浴缸的游泳池 或是像無邊泳池那種特別的設計 然後你還是要讓他帶著那個呼吸面罩去測試 可是我相信 尤其是你是初學者的情況之下 你更不會接觸到這種實驗室級的設備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教你呼吸的時候啊 沒有辦法做很精確的控制 而且老實講 我最近跟一個在台北小有名氣的教練 去求證說 你怎麼去教你的學生的 那他也是跟我講說 他要求他的學生就是基本上 最正常就是四滑要一換 而且當你吸完氣之後 轉到水裡面吐氣的時候 你要把氣吐完 然後才能在上海再吸氣 可是這樣子的控制其實老實講 大多數的人都是知道的 可是他們還是沒有辦法遊玩 50公尺或100公尺 所以這樣子的解釋給學生聽 對我來講其實是太簡單了 所以說這樣子學生沒有辦法很正確的去游出 他應該要游泳的時候的吸氣吐氣量 所以說其實像我個人的話 因為畢竟我以前是在工廠上班的 然後我做的是機械相關的工作 所以對我來說 我們當工程師的嘛 我們就是要把原本可能外面進來的機器 它可能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機器 我們要怎麼樣子透過一些不同的控制 例如說增加按鈕啊 讓機器自己去作動等等的 然後等我們把這個東西 畫反為簡之後 我們再交給作業員他們去處理 這樣子的話他們作業員就不需要 學太多很多相關的知識 所以我們當教練的做法其實也是一樣 因為每個學生來他們 雖然他們都是想要游泳 可是他們對於自己的動作 其實他們也不了解 然後他們的呼吸控制 他們也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就設計了一整套的流程 我之前應該有講過就是說 我在去年前年就開始慢慢的去收集資料 然後讓學生知道說 如果你要決定你的呼吸的話 每一次你只要做一個流程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到底應該吸多少 應該要吐多少 所以對我來講 我已經把它列表列出來了 那只要是我們於是游泳的學員 他們都會拿到一份這個資料 那之前的學生 如果你沒有學習過這一套東西的話 我們應該在近期會在北部 辦一次這樣的活動 就是專門教換氣的活動 那當然歡迎我們所有於是游泳的 結業的學生都可以來參加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最新教學的情況 因為畢竟我們之前的更新的活動 像你剛才看到的前面那位女生 他講解他的呼吸學道的感覺 那這個活動我們之前是辦在中南部 那北部的話 我跟陳志偉陳教練也討論過 我們應該要辦一次這個活動在北部 然後讓所有的學員都可以來參加 所以如果各位看到我們的 於是游泳粉絲專頁 或是其他的社團 就是有公佈這樣子的活動說 那你就要趕快報名 因為人數應該還是有限的啦 雖然我知道這個流程 我可以當下一次可以交二三十個人都沒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如果人數少一點 我可以當場幫每個人做調整的話 會更好一點點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讓學生去探索自己 到底應該怎麼做 而不是我告訴你說你應該要 怎麼去做你的呼吸 而且我在設計這套流程的過程當中 其實不只是單純的呼吸控制 我們還要包括破除一些學生 原本心理上面對於水啊 呼吸的控制的恐懼啊 或是他們常常會有一些心理狀態的不同 導致他們會有 例如說像之前有些學生分享 就是他不由自主就會想要站起來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破除這種障礙 情緒的管理等等的 我都已經把這個流程已經寫下來 而且我已經反覆的實驗很多次 但是在我們所有的學員 包括現在正在上課的學員都是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指導的方式 那我不希望是說像其他有些教練 他們可能以前真的他們是有接觸過於是游泳的教學的內容 可是像我現在講的這些東西 他們絕對外面的教練是完全不懂的 之前你們應該也看過的頻道有分享一部影片 就是有關於我們於是游泳在做教育訓練 那我們裡面的教練都有學到這個呼吸的技巧 然後他們也會指導他們的學員去做 所以我相信他們的指導一定是會有非常長足的進步 那學生的游泳距離也會慢慢的拉長 OK 所以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希望各位可以多了解 就是說我們於是游泳不停的在精進我們的教學過程 那所有我們其他的教練 包括你看陳志偉陳教練 他最近也是在做挖式的教學 不過他挖式教學是針對我們於是游泳目的 目前的學員拉 所以如果我們的學員你有看到陳志偉陳教練 他有開挖式的課程的話 歡迎你趕快找他報名 然後我們希望是說 我們慢慢的持續的在我們教學的路上緊緊 因為游泳教練的話當然游泳還是要游的好 但是我們在教學的部分我們是更要注重的 那有些教練他可能在網路上面也是小有名氣 但是問題是他教的內容 我希望大家可以很明確的做比較 然後讓你的學習是更有效果 而不要去浪費錢 然後學了 可能教練嘴巴回灰 然後你聽了之後 可是最後你發現 其實你並沒有真的像教練講的一樣 學到那麼多東西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記得要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OK 掰掰 掰掰 然後我們再見到這邊 再說 拜拜 去那邊 等於 你 你 感谢观看